你好 我是牛奶爸 這張報紙是104年的6月3號星期三的報紙 然後上面的標題是兩度致歉王雪紅看多宏達店 為什麼我對這篇文章那麼有感呢? 因為在宏達店之前是衛生電子 然後在我退伍的那個時候啊 我還有去衛生電子面試 那我的朋友呢 我的同學 我的高工的同學呢 他有進衛生電子去工作 可是我要去衛生電子的時候 因為我是專科畢業 然後衛生電子那時候好像是要大學以上畢業吧 但是在之前呢我同學他跟我一樣是二專畢業 可是他卻可以進入衛生電子 後來衛生電子的門檻變高了 所以進去工作的人呢 專科畢業還不能不可以進去 所以我那時候要去衛生電子進不去 後來衛生就成了股王 我那個時候股票好幾百塊 好像到了四百六百塊 我還把我忘記了 我很久沒有在觀察股市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的同學他賺蠻多的 就是衛生股票的市值蠻高的 所以他賺蠻多的 他有賣出一大部分 所以我對衛生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那我對這張報紙的印象更深刻 是因為他裡面的其中一段 跟網路行銷有關係 就是 宏達電呢 就是衛生電子後來又衍生出宏達電 衛生電子是做主機板 那個一些那個晶片 那個叫什麼 IC的晶片 IC的封裝的晶片 就是電腦主機板的南北橋 如果你有在研究電腦主機板的話 以前這電腦主機板都有南北橋晶片 那後來這個宏達電主要是做智慧型手機 Smartphone智慧型手機 PDA當初 那後來智慧型手機就是大家現在熟悉的HTC的廠牌 就是宏達電做的 結果宏達的HTC 他在最近這一年來表現不佳 所以在這一段呢 因為看到他寫說 王雪龍說 宏達電確實行銷不利 因為過往的行銷方式過於保守 傳統 而這個三星 韓國的三星和蘋果的行銷費用比 宏達電多20倍以上 現在有很多公司透過網路行銷 未來公司在此部分會有很大的突破 好 這是重點喔 你知道小米機嗎 大陸的小米機當初透過網路行銷 結果把這個其他的大廠牌的手機 打得一塌糊塗啊 在前兩年的時候啊 小米機非常瘋狂 他是從網路的社群行銷起步的 所以很多行銷模式 如果你沒有跟上最新的網路趨勢 那他會很危險 很危險 即使你一個大廠牌 一個大企業 像宏達電這麼大一個全球性的大企業 他居然忽視了這個網路行銷的威力 他的行銷方式過於傳統和保守 所以造成他這個號稱國際的HTC品牌 居然在行銷預算上是別人的二十分之一而已 三星和蘋果都是他20倍以上 那你一個要行銷全世界的品牌 你的行銷預算居然會低於人家20倍 這個是很很奇怪的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 那在網路上面呢 其實我覺得HTC的網路行銷也做的不是很夠 當然你看這個20倍 跟人家差距20倍 那想必他的全球廣告一定是做的不足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想想看 現在八年級生都已經出來開始工作了 民國八十幾年出生的人的 的星星學子都已經畢業出來開始工作一段時間了 所以你想想看這些七年級八年級的這些人 他們以前從小時候就已經開始接觸電腦 接觸網路 接觸3C 接觸手機 所以你的行銷方式如果太傳統的話 如果只是包裝雜誌、媒體、新聞、這些頻道 而沒有著重在網路行銷、手機的行銷 那你本來就一定會輸給你的競爭對手 如果你的競爭對手早就已經非常積極的去做網路行銷的話 那肯定會輸給這些競爭對手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產品導向 已經不是說你產品品質做得多好 你就可以把生意做得多好 而是你行銷的功力 你行銷有沒有在進步 你行銷有沒有透過科技 你行銷有沒有透過網路 有沒有透過手機 這些我們要想一個重點就是 現在的人眼睛放在什麼載體上面 你就要著重在那個載體 那現在的很明顯的70%以上的人用手機上網 高過於電腦上網 然後用電腦上網的比例 看這些資訊媒體的比例又高過電視 而且年輕人都長大了 都已經在工作了 這些年輕人當初就是接觸手機 接觸電腦3C這種媒體 所以如果你還是只是電視廣告 那一定是不夠的啊 那網路的廣告社群的經營 如果沒有去做的話 很危險真的很危險 所以這篇報紙讓我感觸很深 經濟日報104年6月3號的報紙 這個讓我感觸很深 那包含我接觸的一些社團 一些社團一些還不錯的企業 有很多企業他們還是走傳統人脈 交換名片 那社交場合 那很傳統的這種經營模式 那當然現在 現在是104 104年 當然現在你還 我覺得就是有很多產品就是在交接期 就是你可能網路廣告還沒有開始很著重 你還是在走地面部隊 還是在走傳統的行銷模式 那也許你現在覺得生意不錯啊 人家轉介紹啊 生意都不錯啊 但是如果你的企業是想要長久經營 而且你想要經營的越來越有規模 要擴大你的規模的話 那網路行銷這一個領域 如果不趕快切入 而你的競爭對手已經切入了 那你馬上就輸給競爭對手了 馬上就輸給競爭對手了 也許現在你感覺不出來 但是這一篇報道真的讓我很有感 如果你還覺得你現在的企業不需要網路行銷的話 你看一看HTC這個大廠牌 他現在現階段這麼辛苦 然後威盛拼轉營絕不下市 有沒有 當初的股王 現在居然要搞到快要下市 你就想想看 網路行銷佔你的企業到底有多大的比重 所以真的如果還沒有 還沒有把重心Focus聚焦在網路行銷的話 真的要趕快把方向調整一下 網路行銷的比重 絕對絕對要比傳統行銷比重還要重 這是我覺得看到這一篇報道 真的非常大的感觸 跟你分享一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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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